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當時買的珍珠項鍊的話 那是12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2萬元 怎麼了 是以估的話估15萬 太漂亮了 然後裝那個寶貝 怎麼不可能 還有這些項鍊 這都設計 都要錢 我先說 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這個鑽石沒有包刮在內 就包那個珍珠 那個珍珠才2萬 這麼大珍 好 我講給你聽 珍珠要14mm以上才會夠大 南洋珠要14mm 珍珠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海水珠 一種叫做淡水珠 它是什麼珠 它是淡水珠 它是淡水珠 它還不是海水啊 這一定是 那怎麼看 買到12萬才買到 還有淡水而已 還這樣子 12mm 我們通常都會用手 去秤一秤看看 如果 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對 海水珠 它是有核的 中間有一個核心 它會很重 不會乾乾乾乾的嗎 不會乾乾的 它會很重 會很重 因為中間的核心是相對重 那淡水珠呢 是沒有核的 沒有珠核的 所以它是比較輕的 那這是哪裡養出來的珠啊 是看得出來嗎 現在如果你說 最近的10年 大部分的養殖 都在中國大陸 我是20幾年前買的 好 這樣子 珍珠有一個問題 因為珍珠可以再生 再製造 對 所有的珠寶 有價值就在於 它不能夠製造 而且它永遠只有這一件 好 那如果像玉石的話 你就是只有這一件 那珍珠 因為它可以不斷 不斷不斷地在自己在 養出來 對 產值 它產值很高 現在目前 從大概1995年開始 中國大陸開始 它以前都是那種稻田 那個稻田全部挖掉 都在江蘇 全部挖掉 全部都是養殖場 以前是日本的養殖珍珠最貴 以前養殖珍珠 在日本都是非常昂貴 叫Akoia的珍珠 那個都很貴 那可是那個日本人他們 因為它為什麼會貴 因為它的那個養殖的 那個水域是很乾淨 對 所以很乾淨 然後溫度等等 都調整得很好 所以它可以長得很好 你知道珍珠我們說 一年兩年 珍珠通常都是養到三年 大概到第四年 就要收成了 因為它每一年會長一層皮 兩年就兩層皮 三年就三層皮 那所以通常都是 三年到四年左右 就要收成了 像它這個這麼大顆的話 大概要養多久啊 好 這個呢 因為它是淡水豬 那我們說日本那邊 它有海水豬跟淡水豬 即便它是淡水豬 也很昂貴 可是中國大陸出現了以後呢 它就大量養殖 那大量養殖的結果 因為它那個 它的稻田啊什麼都不行了 就全部挖掉了 所以量太大 然後他們對於那個海域 水域啊沒有好好保管 所以都很髒 所以因為你想嘛 在一個很髒的地方 如果這是一個貝殼這樣子 一髒一髒 它那個髒水一直跑來跑去 你覺得這會漂亮嗎 不會漂亮 養出來的那個豬 也沒有那個豬光 對 好 我們講一下你這一個好了 你這一個 黑珍珠最重要的要綠色 要綠色 記住 觀眾朋友記住 黑珍珠要黑色裡面帶綠點 可是它這個有啊 它這個有綠光啊 不夠 不夠喔 不夠 我們這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大家反射一下 它的底下那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綠光 有 我們說的是正中間 如果不管你從哪一個位置看 都是要看正中間的位置 從這樣子看過來 正中間的位置 要有綠點 那個綠光要在中間泛綠 那個才是高品質的黑珍珠 那這個還不算是 我是看它是粉紫那個 好漂亮又有一點點 你看的是那個粉色 它那個沒有綠光 是它臉都綠了 沒有 因為肥就不能投資 它的臉散綠光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有接下來這個 這個的話也是西式珍寶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寶石戒指 怎麼寶石啊 這個我不行 我跟你講我買東西 我從來不問 我記得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有一次我跟雅蕾姐 歸雅蕾 雅蕾姐一起逛街的時候 她就是在看橙色在聊這個做工 我是呢 就走在桌上看那個設計款 這個我喜歡 那個設計款 她就丫頭啊 要看橙色 要看切工 要看她什麼 她就教妳了 我說因為她那時候也有媽媽媽媽咪啊 我就是喜歡設計款 我也不管什麼 我就是喜歡就好 但我會努力賺錢 所以那時候就是到一家 也是一個珠寶樓 我就看到這個一打開 我一眼就看上它 就像男孩子這麼多人 一眼就喜歡這個 是哪一種珠寶樓啊 也是夜市東山亞婆旁邊 還是鹹酥雞旁邊的 不是不是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家珠寶樓 對 好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那因為去前兩年流行那個 Tiffany流行那個方鑽 裡面一層一層 它這個剛好有切工是這樣 那它又是粉紙 很漂亮 我就很喜歡那種浪漫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個 還會閃光呢 這個平常喝喜酒啦 或者上節目的時候帶一顆這個 我覺得就夠了 對 我就覺得它滿漂亮的 可是妳剛剛有前面這兩個之後 我看了這個戒指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像 那個小時候 人家那個 在抽東西的時候 抽到的那個 可是它真的很漂亮嗎 不是耶 它真的很漂亮 真的嗎 而且妳都不知道它是什麼寶石 對 我買東西像這樣 只要我喜歡 它會不會是玻璃啊 不會 那家店 是很大很大的 很有名的 還是一個很有名人開的 好 它有跟妳說這個多重嗎 我都沒問 都沒問 它又有珠寶 這時候好個人喔 連問都不用問 對 問都不用問 然後連寶石是什麼 我要去講說寶石這樣 我都喜歡啊 老公老公就說 來週年 七年 你自己去釣 好 所長我們可以見了嗎 可以 好 我們鑑定完以後 請所長告訴我們 這到底是什麼寶石 那如果是那種什麼 稀有寶石的話 現在可能也是加紫列城 因為非常大一顆 它到底重量是多少 多少幾顆啦 妳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站起來就是我喜歡 好 反正就是寶石戒指 當時佩儀是買十萬 您說呢 我長你好帥 佩儀 您自己勾 我自己勾 我自己勾現在差不多也有這樣子吧 20萬 因為戴起來整個感覺是非常好的 好 來 我們先說這個不包含它的設計 對 不包含那一家名店 你就只有 我們就是那個 只有那個石頭本身 對 就石頭本身 好 石頭本身 寶石本身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八萬元 光那個裸石 對 光裸石 八萬元 其實也還好啊 還好啊 因為我買十幾萬 因為它這個旁邊的香工 這所有的 對啊 佩儀我覺得妳還滿樂觀的耶 沒有沒有 她講的是對的 旁邊的做工都好漂亮 旁邊的做工 如果含旁邊的 我們就這樣看 含旁邊的做工 應該在四萬塊左右 然後在平常我去的工校做 那還有稅賺 加錢四萬塊 然後憑人家心想 我去喝喜酒的時候 每個人都 買是買十萬塊 那也差不多啦 沒有被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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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 對啊 這個真的很漂亮 好 這是什麼石頭 這是一種叫做孔曬石 什麼是孔曬石 對不對 你沒聽過 這樣子 不會很正常 這樣子 你現在能不能唸出十種寶石 很快速的唸出來 紅寶 藍寶 綠寶 翡翠 鑽石 還有 還有一個 黃鑽石已經有了 已經鑽石了 你不能這樣講了 還有五個 所以大部分都不會遲到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人 因為珠寶有意思的就是 從小學 孔龍的孔 不是啦 孔曬石嗎 不是啦 那是 因為它的英文名字叫康仔 所以就 直接翻過來 直接翻叫孔曬石 我們從小學到大學 都因為沒有珠寶鑑定這個課 對 那因為現在台灣的經濟好了 所以大家又對於這樣子的東西 跟生活很有關係 對 所以它變成 慢慢變成了一個顯學 這也是事實 那可是 很多人原來因為不了解 這個是什麼寶石 這也是信任大家的訊息 好 這個算是有色寶石 這是有色寶石 那這有色寶石 這個的話是值得再收藏下去嗎 佩戴 純粹佩戴好玩 這個不會保值的 如果保值性的話 可能就會稍微考慮一下 帥 但不錯啦 就是